这四个财神送给四位专家 这四件东西啊 应该做得非常精美 财神的繁文叫摩纳舌尬 它背后都有款 都有注款 我看也是繁文的 可见呢 这个东西的铸造呢 是我们清宫里边铸造的 清宫铸造 然后赐给我们藏 藏传佛教的这一带的地区 四个财神的脸像 它那个庄严的 或者威力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在我们这个汉传的 这个佛教里边 有四大天王 四大一般的进的庙里边 大门边上东南西 对 实际这个皇财神 实际是北方的 多闻天王的一种转世 到了这个藏区以后 就变成这个皇财神 每个人手里的拿 都拿着一个 这叫土财鼠 这个 在这个皇教里边认为 这个土财鼠 是财神的象征 它土的那是精英财宝 还有一个一般人来讲 就说这个财宝 应该都藏在 那个深山幽谷里边 而且有猛蛇 在那看着 谁能制服猛蛇 只有鼠能制服猛蛇 而且这个财神呢 这个鼠呢 它能带着你找的财宝 所以呢 在这个皇教里边 大家对它 非常的崇敬 而且它的地位 很高 就您这四件 这个皇财神呢 我们感觉呢 应该是清代早期的 我父亲对这四尊佛像 就付出的那些感情 值了 它的烧造工艺比较复杂 这种东西要仿制 也是不太容易的 那么现在也有仿的 但是呢 基本上呢 从开用上过不了关 桃子的那个 原来的颜色是红的 但素杉材呢 不能用红的 所以它用其他的颜色呢 来代替了 用素杉材来表现 这个好几种不同的颜色 搭配的还是非常成功的 侧面看 这个光泽呢 非常吸引人 就感觉到 还有一定的硬质感 而且呢 在绘画的材料下面 又把下面的云和龙纹呢 也能隐隐约约的透视出来 这个东西从台用绘画来看 应该属于 康熙时期的一个 官瑶的制品 民看成画 轻看康庸 这个时期 当时中国的国力 达到最高的水平 景德镇的制词 公益也是最高的水平 所以康庸前 是人们收藏词记 所看中的一个时期的品种 特别是素杉材 价格也很高 但400万的价 我听着好像是 还是过高了 对啊 我们要考的400万存在银行 那一年利息还不少呢 我们提一个参考价钱 2012年10月初的 香港开卖 有一件25公分的 和这一样大小的 康熙官瑶素三才锐果檀 它的标价 是92万到138万之间 谢谢